來看到這個前往有一個火車 四人 讓一個喝酒塞車的人 農場 自身媽媽希望爸爸和兩個女孩 現在還在病醫治療 後來還要做服務 所以我們要讓這個火車的 經濟負擔不去 現在說 他們的阿嬤七十五歲 除了要在病醫 早上照顧他們三人 還要打算說 是不是要出來幫人替他問賺錢 我們要讓這些加速 真的不敢 打算公開 來他們的口祖來接受社會的愛心 提問已經到起了 所以沒人在家 出名說 林仔阿嬤一早就出門 每天便他站在兩邊走 非常辛苦 其他出來的人 就是在林鄧到三天 早上我有遇到他啦 他就說要去醫院了 所以他已經去醫院了 他養他 大 大孫女今天還要開刀 本年在昂南住 只要洗車輪到一個四口 除了他們家的媽媽希望 他的爸爸還有一對女兒還在住 還在住他 雖然便宜給他們自費 以後費的補助 不過希望林媽媽跟回家住 林爸爸是家的經濟來源 請給他發生之後 一早就像林仔阿公阿嬤 在夾做處理大小的事情 也讓他們對著未來 不知道會怎樣 哥哥跟嫂嫂還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那爸爸媽媽這邊也都退休了 他們的路還很長 所以我們才會希望說 就是借有募款的方式 林仔阿嬤75歲已經退休的 他也國庭要典開家庭的美貨來賺錢 家屬不敢讓阿嬤要更加在家裡 國庭要接受多次的觀看 有個5號要公佈的小河 市府已經先發9萬塊的慰問金 那同時也安排林托 讓家屬可以放心的在醫院照顧家人 市府表示按照法規 政府跟他當選對著重大財 還要提供到觀看的規制 因此沒有辦法協助來募款 不過已經先提供到9萬塊的 委員金給家屬來運用 社工也持續在背貨 而且會提供到 不用幾個律師來幫他們協助 記者王劉天南興坤 庚永報道